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saw world-class technologies today here in Hafei, a city that most people in the world will have never heard of. 您作为市长最主要的权利是什么? 因为我们叫人民政府,政府前面,人民二字。 所以权利是由人民赋予你的权利。 要所有权利就是为了外星干涉。 东超科技是一家本土的90后中俄大团队创办的企业。 简单来说就是把常规的这种影像从屏幕里面拿出来,直接在空中来呈现。 基本上我们研发出一个推出都是全球首台。 我们目前的应用场景主要聚焦在医疗和汽车。 因为这两个行业对老百姓的示范作用是最明显的。 我是安徽合肥人,我父母就是普通的职工,现在我在中国科学教育大学读博士。 我是研究生期间的跟我的合伙人,16年决定一起创业的去选择在下一代的闲置技术, 未来的新型闲置去做创新。 如果你没有学校资源的支持的话,你这些技术是很难做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合肥它对很多科大的企业它都会投。 因为合肥近十几年的这个政府的投资和扶持的逻辑就是投资硬科技,扶持硬科技。 在互联网很火很热的时候,合肥都不会去做任何的这个模式类的投资。 17年12月份,我们在实验室的第一块小的样品做出来了。 当时合肥市投门着800万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时候我们才读研究生二年起,800万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 您好。 这是一个很大量的资金。 这些很年轻的企业。 你从美国有没有看到一个公共政府的投资金。 八百万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整个核心的创始团队稳定下来了。 怎么看待你们跟合肥市政府的关系? 市政府它是一片土壤。 我们是长在这片土壤上的一棵小树。 合肥这一块的土壤一定是最适合我们这样的这种创新型技术的企业。 大家都说合肥是最牛的创头对不对? 这个最牛的创头不是这一两年的工作, 它可能是近十几年的工作。 可能你这个企业技术含量很高,我要投很多经费。 你可能很长时间才能有效益。 但是你会带动你整个产业的态度,我会支持。 你是不断创造价值,不断地创造技术增量市场的企业。 你做的再大,政府都会支持你,鼓励你。 这回归到根本就是中国要保证老百姓的生活。 在美国,它是相当相同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政治人们一直在找钱, 为了他们的军事。 而在这里,它是一个公司, 它是向政府的支持, 而政府说, 好,但是这怎么能处理公司的关系? 怎么能处理公司的关系? 这怎么能处理公司? 我们目前在安徽这个合肥啊,没有一家非常好的医院做这个规模化的应用。 我的诉求呢,就是,不知道罗市长可以用这个,可能方便就帮我们向北城医院推荐一下, 然后呢,关心一下。 之前韩东城给我发了很长的N多个短信。 他所以给我提的要求,我全部满足他了。 看你们的产品一代一代更新啊, 我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欣慰啊,发展的很好。 你刚才点到的那个医院,就是按照他们的程序走,我只能是强烈推荐。 你要有好的,要有欧美加连的, 你不能比别人贵一截啊,贵一截那就免说了。 今天自己聊以后,这已经你们就给人家串起来了。 那我们本来就在推荐的,又有罗市长,今天大了平台咱们认识了。 不算文化类成本,科技类成本,我们是第一个人。 你有机会到发现看一下,那真是人工智能啊。 他那个打那个架子骨子,可能有十几只手。 我希望你在百忙之中啊,能够到新京湖连去, 因为其他企业可能都去过,到新京湖连去调研一下。 那我还真没去。 我一定到你那儿去。 感谢大家,你们每个人都是百忙之中啊。 好不容易一个周末干点自己的事儿, 结果我还拉你们拉来,还要听空难听问题。 它很明显,很明显, 那他们为商业的帮助。 他建立了长期间的关系, 而且这些关系练习了果子。 我们现在是平均每天能有三到四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单身。 每个月能一家的科创版上市的企业。 我们一番业和业都是至少在十年制度上在评判。 看中的能成大树的坚定的支持,让它长成大树。 技术是,现在科学是,明天教育是后天。 所以对教育的支持,可以说是百年眼光千年眼光。 在教育上,因为它是永远的一个事业。 这个仗是不能算的。 以后,我们继续建立了这些技术。 以后,我们继续建立了这些技术。 以后,我们继续建立了新的技术。 我们有一个未来。 我们有一个未来。 我们有一个免质的力量。 这是,我认为,我认为, 继续建立了业续建立了。 业续建立和未来的未来。 业续建立的建立。 在业续建立一样的一样。 我认为,这就是说了一样的建立。 这就是在和非。 业续建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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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搬来的? 我们从南非和来的。 南非和是吗? 为什么要搬来? 他们有好多个互动。 那您去逛过潮湖吗? 我家在潮湖吗? 不逛过潮湖吗? 潮湖始终微笑的。 就在这儿。 哪里的房子在哪儿啊? 房子就在这儿。 这里都是房子。 原来这里都是房子? 都是房子。 一路走来都是房子。 潮湖以前污染严不严重啊? 现在有没有变好? 这里湖的他们讲说的。 没有什么湖的。 我让你难做多。 湖的我让我们要来湖的湖的湖的湖。 湖的湖的湖,我们要控制湖。 尽量要控制湖。 进行。 没有什么湖人。 全国所有的城市里头。 环绕那么一个长江泪域第四大湖子。 就只有我们一个城市。 所以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重要的自然资源。 一定下定决心,一定只可以好。 那不合着欢迎吗? 给你啊。 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 治污在岸上。 这个项目还有一点试点性质的。 最新的科学技术方法手段的应用。 要加强。 一定是要求最佳的效益。 你比如说你把污泥收上来,装到袋子里头。 这个泥实际是个宝贝。 它是富含碳,富含零。 而我们不就是要这种化肥吗? 你只有经济效益提升了。 你这个方式、方法,你才能推开。 全国有多少的大江大河要治疗。 国家层面上也是个难题。 希望在潮湖的污泥处理这个环境, 我们也能探索出这种路子。 我是非常赞同这种市场的效果。 就是要资源化利用。 就是宝贝。 另外一个呢,我建议我只把污染, 超标的部分清掉。 对,精准,科学精准。 精细化作业。 主要是你讲得很好。 最科学的、最经济的、最有效的。 叫集思广义,集取众志。 我已经在这儿待了有将近15个月了。 是这个潮湖生态清淤试炼项目的技术负责人, 林建念。 提福林建念。 从一片滩土沼泽里到现在的工厂化的生产线。 我们生态清淤也知和非市政府综合治理潮湖的一个点。 它是从内源上治理,从根上。 它是从内源上治理潮湖的。 如果你想招聚和保持上升联益, 你必须要有一个环境, 他们自己想活在。 这种投资,和这种社会, 这种社会,这种社会, 这不是短短时间。 它是关于经济的生产性, 是关于环境的生产性。 它是关于环境的生产性。 集体账目运营潮湖之类。 另外是财政资金每年固定的第一, 运营潮湖之类。 这种房子是政府分的吗? 政府分的。 政府分的。 我们策略的,不策略的。 我们策略的策略, 我们策略的策略的策略。 您花钱了吗? 不花钱,没花花钱。 一分钱都没花? 花,装花钱。 装小的? 装小的。 这个房子的蚂蚁啃调成五省的。 去年出台了, 把好户打造成合肥最后明天的一个实施意见。 这个制定过程更是广泛协商,广泛民主。 每一个和,每一个区域都有什么问题? 就是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一层一层的讨论研讨, 最后提交的政府常务会来决策。 咱上市委常委会再来审定。 一开始起步, 要做这件事情来自于民意。 整个修订完善的过程, 每一个环节都是广泛协商。 我们称为了说, Elon Musk想要离开世界, 因为他不信心在未来。 科技大人在新西兰, 在新西兰, 在未来的选择。 但是, 在这边, 似乎他们在建立了一个未来, 而是在逃离。 这边, 我们总共公司呢, 是一千四百多人。 那有呢, 保安保健, 大脑地, 拱臣队, 园义队, 这个垃圾垃圾不超过十五分钟, 就是网格化管理。 现在呢, 这个我们会形成的叫, 野鸡开胃, 鸭子白队, 送入乱炮, 说到那里面, 白鸣成片, 北极成队。 这一趟我来过, 我自己来过, 我带着我儿子, 我夫人, 把我儿子信奉的, 炸了好多下。 好山好水, 是一个公共的生态产生。 你保护好, 你还是为了让老百姓, 能享受到。 老百姓点赞, 来与不来就是点赞。 我们这个店叫阿胖龙虾。 阿胖是我的小名, 我是本地人, 94年就做的。 没办法, 下岗你出来要创业啊, 那就摆个小摊子, 练练摊子, 到2000年的时候, 就搬到这条路来了。 也是合肥市第一个夜市经济, 合肥市政府一岛, 给你做路面啊, 整体的给你, 规划啊, 从以前的脏乱差, 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夜市大排档, 然后到市内, 发展到现在, 在这个地方又开了第二家庭。 我们运动大约400名。 所谓于代表性的机械场所, 也都是最近五六年近期, 让老百姓能有非常舒服的地方, 去享受, 去享受, 去享受。 疫情以来这三年, 有关门过几次吗? 第一年关过一次, 关了有将近一个月左右吧, 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夜, 也没有少过员工一分钱。 我们下了死命, 绝不开一个员工。 政府有没有一些笔贴或者帮助你们? 政府我们免房租已经免过两次了。 一共省了多少钱? 五个月应该是有两百万左右。 最后是疫情来了, 但有困难大家一起干点。 政府会尽可能的最大的限度, 让大家能够还活下去。 你关了一个门, 就是毁了一家的生计。 不要简单的一刀切。 我们是每天一次的全市的疫情分析调度会。 最严峻的时候都是随时, 就是半夜也开。 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我们的商场、学校是没有受到影响。 两三年收入有特别明显的下降吗? 20是有明显的下降。 但是2122和总体来讲还好。 这个疫情对任何一个市场来说, 它都是非常巨大的考验。 其实我们一个很小的店面, 能够保住工人的工资, 我们都觉得不容易了。 何况它是一个市的市长, 是不是? 我们注射疫苗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因为我们是个客创的城市, 我们相信科技, 相信疫苗是运用的。 科技型的企业在整个疫情方法里头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一种作用。 第一批, 国家很少疫苗提供的时候, 一线的工作人员心里面还要顾虑, 这疫苗也没有副作用, 它不打, 我们这些领导长的先生。 一个城市发展快, 肯定是政府的引导和政府做的决策。 特别有个城市现在叫堵城, 哪有每次都能堵城的呢? 还是它愿意去付出, 愿意去尝试, 它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现在了。 我就是在外地上学之后, 每次回来都有不一样的变化。 比如说这家店也变化很大, 整个城市也变化很大。 我现在做生意的地方, 以前都是蔬菜地, 都是农田。 和飞的发展, 就我们自己本地人都觉得是个奇迹。 以前住在东门, 从东头到西头, 打低10块钱就到头了, 南北也是10块钱, 一个城市就这么大, 然后开始发展, 会感觉天了, 一天一个样。 和飞人还是挺幸福的, 物价也不是很高, 超市一所, 云远有五款, 叫惠民菜, 从市里面的政策, 零就业家庭是动态性能。 只要哪个家也会, 没有就业的话, 一定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 我们有一个叫社区三公里, 每一个地方以它为原点, 三公里, 有多少就业党位, 信息全部放出来, 自己选择。 那您平时, 除了吃食堂, 自己做饭吗? 没时间吧? 不错,不错。 我那个住的公寓, 合肥过去, 就是没有外地干过。 会想念夫人做的菜吗? 那都很想, 我觉得没有。 因为毕竟和家人不在一起, 怎么照顾好他们。 有时候, 我干我的事, 微信以后, 屏幕也摆在那儿, 谁也不说话, 反正就这么看着, 我也知道他们俩在干什么, 他们也知道我在这边在干什么。 老爸, 你好, 啥时候出成绩? 明天中午12年。 你吃饭在哪儿吃的? 吃饭在食堂吃, 没问题。 你觉得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爸爸? 我的爸爸, 他死, 怎么说,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太简单了吧。 天眼了, 你干活在这一期就好了。 我等候把头发理一下, 试考完了, 头发有点长。 拜拜。 社长, 您上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 最厉害的一次是, 潮湖的百年不遇的大雨。 我跟书记是六天六夜吧, 六天六夜没睡觉。 这个不算失眠, 就没觉睡。 完了, 再就是整个疫情防控季端, 基本上就是。 做梦都是, 有什么招, 有什么办法。 吃饭是老百姓最重要的一个事。 我的河北已经五年了, 几年下来, 看这几个城市, 五年发展, 一年一个前一排阶, 看见潮湖的水质越来越轻。 我曾经被运进入了一个人。 我曾经被 stadium老百姓, 当一个人的念头。 和和实胜仅。 我认为,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些障害的人 像这样的地方在世界上 可能事情会改变